全球到底哪个城市最为安全 谁也说不准 不过大家倒是可以参考经济学员的年度安全城市指数 经济学员根据数位安全 卫生 基础建设以及人身安全等49项指标 为60个城市进行评估 日本东京继2015年之后再次以89.8分登上榜首 紧接着就是邻国新加坡排名第二 大阪第三 加拿大的多伦多和澳洲墨尔本也相当安全 分别排名第四和第五 至于香港则排名第九 我国首都吉隆坡今年第一次入榜 以73.11分排在第31位 排名比中国北京上海来得好 值得一提的是 尽管欧洲近年来多次遭遇恐怖袭击 不过欧洲依然有多个城市紧入前20名的位置 其中阿姆斯特丹排名最高排在第六 其他城市包括苏里市 马特利 巴塞罗纳 布鲁塞尔以及伦敦等等 至于排在榜末的则有巴基斯坦的卡拉奇 缅甸阳光以及孟加拉达卡成为垫底的三个城市 在哪里面最高排名尼 进入现在的城市 尽管哲学院最高排名尼 巴塞罗纳 上海值科区 连来自于详伦敦中的级别呜总量 伦敦中的级别识 和详伦敦中的级别识